他家这火龙果太便宜了 1块9 看他这原价 原价5块9 这个火龙果在这边都特别贵 这个草莓也好便宜 1块9一盒 这个苹果特别好吃 酸甜个狗 他就是附近农场摘下来的 他可能看着不好看 但吃起来这个口感和味道都特别好 而且价格还便宜 看这个富士苹果 价钱是刚刚那个二倍 但是呢 他吃起来就没有刚刚那个那么好吃 臭菊 丑菊4块金包酒一磅 丑菊在这边也蛮贵的 它的菊子类里边相当于是最贵的 它的英文名字叫这个相铺菊的 就是日本那个相铺 因为它长的就是特别像日本的那个相铺 小双五毛钱一磅 这边这个菜类的这都论磅 它这个相铺 也是五毛钱一小块 它家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有这种熟成的牛排 这个一般的超市里都没有 看看这些牛肉 这个是牛脖子 两块金包酒一磅 这个我买过一次 它叫这个牛脖子肉还挺多的 它家是为数不多的这种外国超市 然后还卖这种下水类的东西的超市 这里全都是羊的 有这个羊杆 这上面还有羊的心 它家原来还有羊头和羊蹄来着 但是今天我没发现 这里全都是牛排 这边这边这牛肉馅就便宜一点 这边 他家有这个蟹脚 9块9毛9一磅 这边有这个大龙虾尾巴 44块9毛9 这种大个的和这个小的一样加起 大的差不多 这一个就要一磅 这个小的一点的尾巴 那一个差不多 是半磅 这个便宜 这个就是那波斯兔龙虾那个尾巴 6块9毛9一磅 这个要44块多一磅 这个才6块多一磅 我找着他家的羊蹄了 在这 羊蹄还有一些羊肚 这还有两个大羊头 大羊头9块9毛9一个 这个不知道是羊的什么部位 他这个英文叫羊的甜面包 这里有好多是他腌好的肉 你可以买回家直接一炒就可以 大家这还有好多鱼 这些鱼看着还都挺新鲜的 感觉这些鱼这个新鲜程度不至于亚洲烧水 这里还有火鸡的尾巴 这个应该就是火鸡的鸡屁股 1块9毛9 这个大牛蛇 牛蛇9块9毛9 这一个牛蛇要4磅左右 35块多 这里有一些大包装的鸡翅和鸡腿 这个鸡翅 5磅的鸡翅12块9毛9 原价14块9毛9 这一面墙上全是橄榄油 到了这你才知道这橄榄油居然有这么多种 他家的这个香肠 这个位置的这个香肠和这个香肠 都跟国内的那个香肠的味道都特别香 所以我就基本上走到他家来买这个香肠 他们美国的这些香肠嘛 要不然就都真咸 要不然那就感觉里边酸了吧 因为他这些香肠都是用来配面包配热狗 所以他都很咸很咸 他家这除了菜啊肉啊这其他东西都太贵了 看这个酸奶 这个酸奶味嘛才卖1块9毛8一个 他家居然卖3块7毛9一个 马卡龙1块7毛9一个 他家就是蔬菜啊水果啊肉啊很便宜 但是像其他的这些东西 只要是沃尔玛有的 沃尔玛就是最便宜 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不会在他家买 这个也是他家的一个特色 这个别的烧事也都没有 他家整个这个外卖的这个这个食物的这个柜台相当可以 这个质量相当高 比一般的那个饭店的质量都高 菜品也都很全有肉有菜 这里还有沙拉 这些所有的菜都是9块9一磅 你喜欢什么就可以自己装 蛋糕 这些蛋糕都是看着好看的 他其实都巨甜 轻易就不要买 买了之后你肯定后悔 根本都吃不了 这些东西 我吃不了 这些东西 我吃不了 那是你就怎么吃的 我吃不了 你吃不了 我吃不了 这么多 你吃不了